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将讲述MQTT的协议 在MQTT的协议框架中 我们看见有三种角色 代理服务器 发布者客户端和订阅者客户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发布者客户端 也可以是订阅者客户端 甚至可以订阅自己发布的消息 我们以智慧小屋为例 如果说我们想在智慧小屋的手机端APP 获取到智慧小屋的温度信息 那么我们完成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在智慧小屋 通过温度传感器 获取到温度信息 然后通过WiFi信号 上传到一个智慧小屋为主题 主题为温度的数据 云端收到这条消息 将会放置到智慧小屋设置的温度主题下面 由于手机APP订阅了智慧小屋的温度主题 也就是说 有智慧小屋新的温度传递过来的时候 就会通知手机 这样云端就推送了智慧小屋温度的数据给手机 从上面可以看出 MQTT采用代理的发布订阅的机制 实现了发布者和订阅者的捷偶 这个怎么理解呢 一方面是在空间上面捷偶 也就是说 传送消息不需要对方的IP地址和端口 只需要和服务器进行通讯即可 发布者和订阅者也是一样 另外一方面实现了时间上的捷偶 发布者和订阅者不需要同时在线 由于消息是暂存在服务器的 发布消息的时候 订阅者不在线 是不会影响到发布者发布消息的 但是消息的传输一定要通过TOPIC 也就是说主题来进行 也就是说 发布者和订阅者必须遵从同一个主题 才能够通讯 这个模型听起来和大家现在熟知的 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订阅挺相像的 这样看来 要实现MQTT协议 需要有客户端服务器端 MQTT协议中有三种身份 发布者 代理 订阅者 其中 消息的发布者和订阅者都是客户端 消息代理是服务器 消息发布者可以同时是订阅者 MQTT中传输的消息分别为主题和负载 主题TOPIC可以被理解为消息的类型 订阅者订阅之后就会收到该主题的消息内容 可以理解为消息的内容 是订阅者具体要使用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在这里面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起的作用 一 MQTT客户端 一个使用MQTT协议的应用程序或者设备 它总是建立在服务器的网络连接上 客户端可以发布其他客户端可能订阅的消息 订阅其他客户端发布的消息 退订删除应用程的消息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MQTT服务器可以称之为是消息代理 可以是一个应用程序或者是一台设备 它是位于消息发布者和订阅者之间 它可以接收来自客户端发起的网络连接 接收客户端发布的认证和授权信息 处理来自客户端的订阅服务和退订服务 将消息下发到订阅者 MQTT协议中的订阅主题和绘画 订阅包含了主题的筛选器和最大的服务质量 订阅一般都会跟一个绘画station相关 一个绘画可以包含几个订阅 每一个绘画中的每一个订阅 都有不同的主题的筛选器 绘画session 每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 连接之后就是一个绘画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存在着状态交互 绘画存在于一个网络之间 也可能存在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 跨越多个连接的网络连接 主题名 topic name 连接到一个应用服务程序的标签 该标签与服务器的订阅相匹配 服务器会将消息发送给订阅所匹配的标签的每一个客户端 主题的筛选器 一个对于主题名通配的一个筛选器 在订阅的表达涉重使用 表示订阅所匹配到的多个主题 告诉服务器对哪些主题感兴趣 服务器将你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一个过滤 然后推送给你所需要的消息 topic 通常的通配服有加号代表一个单级的通配服 仅号为多级的通配服 这里要强调一下 通配服以及主题筛选器 仅仅只能在订阅中使用 在发布者中是千万不能使用的 这我们要特地强调一下 负载 也就是说消息订阅者所接收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下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topic 因为我们所有的物联网的消息 物联网平台与设备之间 都是基于主题进行一个消息的路由转发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 第一个是topic内 第二个是topic topic内是针对于产品的一个概念 在同一个产品下 不同的topic的集合 用Dollaf加Product Key和Dollaf Device Name 通配一个唯一的设备 一个topic内对于一个Product Key 下面所有的设备通用 这里的Dollaf开头的是服务器保留的topic topic是针对设备的概念 它是发布订阅者模型中消息传输的中介 可以向topic发布或者订阅消息 topic是由一集或者多集topic组成 每一集用斜杠分开 分级定义式的方式比较方便我们在设计中的管理和使用 要注意的是主题是区分大小写的 服务器对客户端发布的topic消息进行管理 并且将推送消息发送给订阅了该主题的客户端 4.MQTT协议中的一些方法 MQTT协议中定义了一些方法 也被称为是动作 用来表达对资源的所有的操作 这些资源可以代表预先存在的数据 或者动态生成的数据 这取决于服务器的实现 Connection 等待与服务器建立一个连接 Disconnect 等待MQTT服务端完成所有的工作 并与服务器断开TCP IP的绘画 Subscribe 等待完成订阅 Unsubscribe 等待服务器取消客户端的一个 或者多个topic订阅 Publish MQTT客户端发出消息请求 发送完成后返回应用程序的进程 5.网络传输与应用消息 MQTT会构建底层网络的传输 它加建立客户端与服务器的连接 提供两者之间的有序的无损的 基于字节流的双向传输 当应用数据通过MQTT网络传输时 MQTT会将与此相关的服务质量 QIS和topic相关联起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 传送消息有三种不同的服务质量 也就是说QIS0 QIS1 QIS2 为什么会有服务质量这个情形出现 我们回顾一下MQTT的工作模式 它的工作模式是在两个客户端之间存在一个代理 也就是说消息传输的通道被分成了两段 一段是发布者到服务器 另一段是订阅者到服务器 对于QIS来说 它的服务质量只负责其中的一段 也就是说发布者和服务器 如果定义了QIS0 那么发布者和服务器就以QIS0的质量发布消息 它不会影响到订阅者和服务器之间的消息传递 订阅者完全可以采用其他的服务质量 比方说QIS1来传递消息 选用哪种不同的服务质量来传递消息 取决于你的应用逻辑 QIS0最多发一次 这个意味着消息发出去了 你就不用再管了 消息可能被接收 也可能被丢失 这种传递的方式是最简单的 传递的可靠性坠落 一般的应用场合是在不太重要的数据 数据过一会儿还会更新的场合 比如说我们的智慧小屋的温度数据 每五秒会重新发一次 丢失一个到几个的数据 对于控制而言没有大的影响 在这种场景下 网络和资源的开销最小 QIS1至少收到一次 发布方将保留数据 在没有收到服务器响应 收到信息的话 那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发 一直到服务器响应 在此过程中 服务器可能收到 大于等于一条的消息 比方说 由于服务器响应过慢 发布方已经发了两次消息 在用QIS1的场景中 要处理重复的消息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相关的场景 比方说 你到商场里面刷卡 如果说第一次刷卡不成功 商场里面 让你刷第二次卡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里面 一定如果说出现重复扣款的 也就是说 重复发送消息的一个情形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 重复的消息给删除掉 QIS2确保消息被接收 并不会被重复接收 在这个里面的话 也就是说 消息发送成功一次 并且仅一次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逻辑是非常复杂的 由于QIS2的开销会很大 因此呢 在实际的物联网应用中 目前用的比较少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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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